在这个影片呢 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这个题目的一个 题目的建制 那最后呢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呈现 我现在这个是以Latec 来呈现一下这个题目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大概有题目的资讯 题目本身选项 那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图片 那那个显示方式呢 你都可以在Latec这边 做一些它排版上的设定 反正就是这边把这个语法 这样复制过来 所以整个里面呢 我其实就是蓝色的部分 就是它有一些语法 这边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那个 把选项的部分抓出来的 那这里就是 把刚刚很多个栏位呢 很多栏位抓出来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是 反正这几个栏位 就还蛮直觉的 就是基测数学 我们大概就是 基测有分 一年有考两个就V1 V2 那这提醒的部分 那提号的部分 那题目的简数就是 大概十二个字内稍微描述一下 那图片栏 就是我目前就是 我先制定一个这个指令 它可以去 抓这图片的来源 然后最后呢这是宽度 那图片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 例如说这边我把它都先 统一都放在 这个资料夹内 对 就所有的图片都放在 这个资料夹内 那它会自动去抓这个图片 那图片好一些比较细的部分 我们后面会再谈好 那蓝色就是刚刚说过 有程式会去抓取其他栏位 那这是单元 就是能力指标 那分年的能力指标在这边 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哪一个年度的 那如果有时候一个题目 可能会有两个能力指标 那我们这时候就是换行 在换行的话 Google Doc它可能可以用 Ctrl Enter 或者是那个 因为是Ctrl Enter 它可以进行换行的动作 那这里的话 那就是一个那个 这边就是重要性 就是五最重要 那一是最不重要 那大考试题的话 我原则上就是三四五 平常小考可能是一二三四 那这边还有一些那个难度 那难度我现在设成五级 那接下来五级的目的就是 有一些题目 例如有一些试题 它可能想要包含一二级 有一些包含二三四级 其实整个试题大概分三级 但是因为有一些题目 它可能会在不同级出现 所以在用五级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那这是选项的部分 那一样都是用 那个LaTag包住 即使是纯数字呢 我们为了显示上一字 你纯数字也都用LaTag 那最后这答案的部分 那因为机测都是ABCD 所以我们就用ABCD来当答案 好 让大家很快再看一下一个结果 我们先这里复制两个 好 那我们把它贴进来 先把刚刚的这里删掉一下 从这里把它删掉 那这里把它就贴上 那贴上之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做一个 线上编辑的操作 对那线上LaTag缺点就是 速度比较慢 对那如果你有兴趣呢 可以自己在 在Local里面再去下载 那这里的话有几个档名 这是主档案嘛 那是图片档 那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字形档 都可以再去换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里用的是 那个ABCD来这一个 那前面都可以不用动 那这样子结果就出现了 OK 那有问题再反映给我知道 了